刘备是汉末军阀之一,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,子嗣乃是重要的一环。 但与多子多孙的曹操相比,刘备颠沛流离,转战于各地,妻子屡遭俘虏,因此几乎生殖子嗣的安定环境。 进入荆州后,刘备已经步入中年,却仍然没有子嗣。 无奈之下,刘备只好选择收养一位养子。 最终,刘备选择了一位姓寇的十岁男孩,并将之取名为刘峰。 根据后世学者考证,其实刘峰原本并不姓寇,而是应该姓斗。 而所谓罗侯寇氏,其实是后世传超之物。 由于刘峰出身名门,且聪明伶俐,因此备受刘备的期待。 刘备入属后,刘峰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小伙,他有武艺,气力过人。 很显然,作为刘备唯一继承人的刘峰,接受了最好的培养和教育。 但在此时,刘峰的地位已然岌岌可危。 原来在五年前,刘善已经出生。 相比于杨子,作为亲儿子的刘善自然更加亲近。 而关羽等元老大臣,也渐渐站在了刘善一边,而这场祭祀之争,最终导致了刘峰的悲剧。 刘备入属后,连战接结,一路杀向了成都。 与此同时,刘备命令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速将而上,从荆州杀入属地,与刘备在成都会试。 而刘峰就在这支西征军的军中。 在这场西征中,刘峰所向杰克立下了不少军功。 西属平定后,刘峰被封为副军中狼将。 在此时,刘备仍然在刘峰和刘善之间犹豫不决。 而刘峰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,不得不奋力为父亲作战。 建安二十三年,汉中之战爆发,在战斗中,刘备派黄中,法政振战敌手夏侯渊,从而占据了在汉中地区的优势。 此后,曹操率领大军来源,与刘备进行了长期的对峙。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,刘峰率军来源,一时间汉军士气大振。 随后,刘峰带兵下山,在曹操营门前骂朕。 曹操见此,竟不顾形象,怒骂道,买屡事,尝试甲子聚辱恭呼。 带呼我黄须来,令机智。 简单翻译来,刘备你个卖鞋小儿,竟然派遣干儿子,抗拒你爷爷。 等我叫来我的儿子曹璋,有勇气,外好黄轩,再来和你斗。 然而曹操的大骂并没有挽回汉中的败局,最终曹操不得不选择撤军。 然而可悲的是,刘峰的奋战并没有获得父亲的赏识。 第二年,刘备便命令刘峰与孟达一起攻打上庸三郡,将其调离了汉中。 同年秋天,刘善被封为太子。 这场历似之争,最终以刘峰的失败而告终。 实际上,刘峰的失败是显而易见。 对于封建时代的继承人来说,血缘是最重要的砝码。 刘峰与刘备没有血缘,就注定了他的失败。 即使刘备执意将皇位传给他,试问诸葛亮,关于张飞这些旧臣能服气吗? 刘备之所以派刘峰去上庸,一来是为了致开他,避免尴尬,另一方面也对他是一种保护。 上庸,一直以其闭塞的地形和荒芜的环境而闻名,在地理上自成一个单元。 因其远离中原繁华地带,自古以来便是流放犯人的地方。 把刘峰派往上庸,就是为了避免他留在成都,与皇太子刘善产生冲突,以免他被人利用,卷入政治漩涡,从而激发刘备集团的内部矛盾。 不得不说,刘备对待刘峰还是相当厚道的。 从地理位置来说,上庸其实也非常重要。 刘峰只要能经营好上庸,与孟达搞好关系,便可与荆州的关羽形成脊脚之势,共同加工曹魏的重镇,襄阳,从而威胁曹操集团的腹地洛阳和许昌。 然而可惜的是,刘峰与孟达并不和睦,他曾抢夺孟达的一仗鼓吹,对孟达有着亲临之举。 田玉庆先生认为这是刘峰身为武夫而势强凌弱的表现。 在笔者看来,这或许也是刘峰对自己不公平命运的发泄。 建安二十四年,二百一十九年,末,关羽为相反,多次要求刘峰和孟达派兵相助, 但被刘峰和孟达却以上拥三郡占领不久,不敢轻易离开为由拒绝。 由于襄阳迟迟未能攻破,导致东吴吕蒙趁虚而入,攻占了荆州。 而关羽逃亡时,刘峰也没有进行拯救,最终导致关羽惨遭孙权勤斩。 关羽死后,刘备勃然大怒。 而孟达既愤恨于刘峰的欺凌,又害怕刘备归罪自己,因此悍然背叛,率领不重夺取了尚拥三郡。 刘峰对丢失东三郡负有主要责任,但是刘备并不准备杀掉他。 甚至,刘备连孟达留在成都的家属都没有杀。 当年张飞丢了徐州,刘备没拿他怎样,后来弥方背叛,刘备也没有株连他的兄长弥足。 但是,诸葛亮的一个建议,却改变了刘备的想法,也注定了刘峰的死。 原来,诸葛亮律风刚猛,一世之后终难治愈,劝先主因此除之。 在诸葛亮看来,刘峰为人太过刚猛,若刘备去世,谁又能制服他。 因此,诸葛亮建议刘备早日将刘峰除掉。 很多人认为,刘峰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丢失了东三郡。 但实际上,刘峰的死是因为他性格太过刚猛,太过无脑,很容易威胁刘善的地位,进而威胁蜀汉政权的稳定。 汉末军阀由于内部祭祀问题引起的争斗屡见不鲜,比如元潭、云上之争、刘起、刘从之争,这两次争斗都直接导致了本集团的覆灭,而刘备又都亲身经历,对其产生的震撼可想而知。 因此,刘峰必死无疑。 对于这样的结局,刘峰感到出乎意料。 因此在临行之前,刘峰撂下了一句狠话,恨不用孟子杜之言。 所谓孟子杜就是孟达。 那么,在刘峰死前,孟达到底对他说了什么呢? 原来,孟达投靠魏国后,曾给刘峰写了封券详信。 在信中,最要害的一句话便是足下失聚而还,妾相为为之。 简单翻译来就是,阁下已经失去了最后的立足点,因此我为你的性命感到担忧。 虽然孟达是叛将,但不得不说,他确实对刘峰的窘境动若关火。 上庸,本是刘备留给刘峰最后的政治归宿。 如今上庸丢了,成都哪有你的立足之地呢? 因此,孟达劝说刘峰,希望他投靠魏国,好重新继承罗侯之位。 然而刘峰对刘备仍有期望,因此回到了成都,最终惨遭诛杀。 临行前,刘峰想起了孟达的话,因此不由感叹, 要是我和孟达一起叛变就好了。 得知此事后,刘备失望地痛哭流涕。 同时他也庆幸到,幸好没有对他心思手软。 因为刘峰致死,仍以自我为中心,不杀他行吗? 刘备宽厚仁慈,不好杀人。 但在人生中最后的几年,却不得不做坏人。 毕竟一个政权不能有两个中心,潜在的威胁必须消杀于萌芽。 如果刘峰能低调做人,好好守住上拥,或许还能保留性命。 但是他性格莽撞,活脱脱一个无脑的武夫,因此必死无疑。 即使刘备不杀他,未来诸葛亮也一定会干掉他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。 喜欢本节目的麻烦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订阅,将会为您推送更多精彩内容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